溫市警方公布去年市中心 一家名牌商店打劫案件的監控畫面 呼籲公眾提供線索 蘇可蘭報導 溫市警方今日表示 在去年12月9日晚上7點 位於市中心Furlow 及Alberni家的Gucci商店 遭到兩名蒙面男子暴力搶劫 疑犯向一名工作人員噴灑防洪噴霧 只有短短時間內搶走大約2萬元的商品 溫市警方就在今日公布 這一宗搶劫案件的監控片段 警方表示疑犯雖然在搶劫期間戴上口罩 但逃離商店之後就脫去口罩 被附近的監控攝錄器捕捉到疑犯的樣貌 呼籲公眾若認識疑犯或知情人士 請與溫市警方聯絡 新時代電視蘇可蘭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